大家好 溫哥地產經紀Joey 我是Maggie JM每年到這個時候 都會有一個總結 今年2023年的樓市總結 以及2024年的預測 大家不知覺得今年2023年的樓市是怎樣 如果有些評論想跟大家分享的話 請在樓下留言 2023年地產市場現在來到尾聲 今年其實有很多不利的消息 第一個很大的影響當然就是利息 不停地加 加到忘記了 對 加到大家都滴汗了 但整體來說 其實大家同行談過也是 今年其實跟消息有些相反 雖然這樣不停地加息 大家都會說樓市一定會跌 分析的很多都是這樣說 但結束後大家的經紀都非常忙 今年我們今年忙到可能是 夏天最驚訝 因為七、八月通常我們季節是會靜的 但今年七、八月反而我們非常忙 其實一直到二月 一直到九月 然後慢慢就會很顯著地看到 十月和十一月開始減少了 但二月簡直是靜的 正常樓市時 一向冬天都是偏比較靜的 但夏天我就比較驚訝 所以在活動方面是沒有太多變化的 對我們來說 但如果分開來說 你覺得買家方面這市場又如何呢 今年我看到很多是拿了PR身份的客人 他們一直都租樓的 做了很多研究 又感受到溫哥華環境是怎樣的 所以他們已經做了功課 知道自己想買些甚麼 而第二種購入呢 我覺得是第一次購入 因為他看到利息升得那麼厲害 快點鎖住那些便宜的利率 他趁他延期之前就快點入手 而第三類購入呢 你覺不覺得有很多up-sized 你會覺得為何樓市那麼高 還會換樓 還會買貴一點呢 但因為他們又是跟First-time Homebuy一樣 他們想趁利息太高之前 就鎖住了一個rate 而且樓市價錢也有回一回的 所以通常一個這樣的市場 最多就是up-sized 例如你up-sized大一點的時候 價格回了下來 你自己的樓可能回了一點 但你起碼可以追到價格 因為當樓市升的時候 你去追一間townhouse和house的價錢 是非常難追的 所以很多時候這個market 最多就是up-sized 另外一樣就是投資者 Investor方面的投資者 我覺得他們就比較穩陣 現在提議這個市場 保守一點 所以他們不是主力 我覺得明顯是見到市場 少了 是比較穩陣的 去到買家 就去訪問賣家 Seller 你覺得今年的listing volume activity是怎樣呢 賣樓 反而我們的listing 比往年多了 而且我覺得這群up-sized客人 自己也有樓 他們是price to sell 他們是price sharp on the market price 他們不是在試價的價錢 他們真的有心賣了一層樓 去換價格 所以繼而會多了一些inventory 在market上 就是因為有這些upsizer 我記得地產局 其實都是想有這個現象出現 因為前例如2021年 非常忙碌 就是因為inventory太少了 現在市場反而是平衡了 多了一些inventory 現在買家可以多些選擇 就不用爭得那麼厲害了 我們因為出了年初 出了三天的recession period 我覺得顯著少了multiple offer 但是這個政策反而我都覺得有少許impact 還有所有東西影響 我覺得這個market 是變回比較健康 比較平衡的 即是不會一直不斷升 那些人真的可以上車 或者換到樓 而且我覺得今年賣樓的業主 譬如我們說上年年底的影片和今年有些不同 上年我們說過業主 就因為都習慣了multiple offer 所以就在調整心態 賣樓的時候 如果有人落低價 他們也有些未必會賣 因為心中是買得很高的 但今年你真的調整了很多 接受了事實 所以剛才說 拿出來買的都是很serious的 即是他們會願意接受低價錢 或者跟別人說價 因為他們都明白 貴買貴買便宜買便宜這個道理 所以今年要賣的人是必須的 我自己的整體感覺 買家和買家都不夠力氣 我們自己都不夠力氣 因為覺得好像沒那麼激 之前天天要追求multiple offer 價格究竟要beat到多厲害 我覺得現在這個現象是健康很多 而且大家都不用太大壓力去買賣一層樓 大家都可以輕鬆一點 take the time 去了解層樓是怎樣的 或者慢慢去計劃如何售賣層樓 說完二手的market 說說樓花吧 你覺得樓花今年又如何呢 我覺得照樣推出那麼多 沒有卻步 有些發展商沒有說without 說市場不好然後不退出 他們照樣看Metrotown多壯長 對 出得很密 全部都出得很密 但你看回我們上一條影片 有介紹有很多發展商 都跟著市場 然後提供市場 都知道有一些回落 還有沒有那麼刺激 即是看到他們賣得沒有之前那麼快 是說之前是一個weekend買一棟的 是 現在有對比的 現在可能一段時間才賣一半 但他們就用價錢去調整 看看人們會否接受到這個價錢 然後入市 還有多了很多不同的優惠 不同的策略出來吸引買家 多了很多 譬如延期延遲買 送這個送那樣 在這個market我們經常都見慣 就會多了這些東西出來 有一個topic就一定會跟這些息息相關的 就是租樓市場 我覺得租樓市場最興奮的 帶起大落 是的 帶起大落 我真的在說 現在可能是在說年頭 一房單位在Richmond 這樣計算 可能是達到2600多元 從2200多到2600多元 即突然跳得很緊要 這是一個很大的升幅 但你見到年尾時 就馬上又回落 即是相隔幾個月 對 因為借樓市場是很敏感的 所以看到很久都未租出去 可能一兩個月才租出去 價錢馬上調整 我覺得現在回落到正常的 我覺得可能 一個一房現在是2380至2500左右 如果是Richmond的平均 這樣計算的話 即是回落 變回正常點的借樓市場 我想可能因為太多人 都未必能達到租金價錢 是的 還有太多的 在市場上都很大影響 因為年尾這段期間 很多人收樓 又多了樓花的借樓建築 所以當你的借樓多了的時候 多了競爭 其實跟樓市一樣 你的借樓價錢亦會向下滑 賣臉露 肯定是滾東西 吃甚麼 貓來的 牠吃甚麼 Tootoot 2023年已經說完了 預測下 你了你了 2024年不敢亂按预测 大家猜猜吧 就是我们的感觉上 因为有很多新闻已经出现了 亦有跟银行朋友聊聊天 他们都说过明年是很大机会减息 非常大机会减息 所以如果减息又会怎样呢 通常我们经历的市场 一减息时市场又会再忙 所以很大机会楼市的价钱 房屋的价格有机会再上升 因为多了人买 可能会再出现multiple offer的现象 你觉得哪些人会出来买呢 投资者会不会出来买呢 我觉得第一投资者有机会出来买的 另外就是一些新的移民 因为除了香港那班 其实是很多加拿大的政策 是welcome很多新移民来 所以他们很多现在一拿到身份 他们就会立即去找楼 我们最近都是先做到一个在美国过来的 外国的family 他们是一拿到身份 他们不管利息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拿到身份 可以立即买了 因为租楼等于帮人供屋 他们会觉得 利息一减分 他们都知道屋价会上升 所以他们都是趁现在冬天 反而没有货货的时候 他们都会立即买 Joya 你觉得在卖楼方面 Listing 方面你觉得如何呢 Listing 呢 我觉得会偏多的 多一点 当市场有购买的时候 就会多些盘出回来 我觉得比今年多的 但是卖楼出年的心态 会不会有些不同呢 因为今年必须 他们升级 明年会不会是那些要购买了 我们今年已经见到 某部份的客人 是因为见到 放在银行利息比租金更高 因为我们租金回报可能只有两点多厘 会见到很多投资者 想快点卖了一层楼 拿些钱做定期 做其他投资 但是我们也会跟客人说 今年下年的租金 我觉得一直会低一点 比起去年没那么疯狂的 又不是低的 就是没那么疯狂地升 所以他们可能会计不上 这条数据会计算出很多钱 但我都会跟客人说 你可能再hold on 可能五年 因为我们一直都说 你一直都是一个长线投资的 Investment 在温哥华来说 不可以短炒短渣的 你也是说五十十五年 这样去赚这个 appreciation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笔资金 我知道那个GIC很吸引 或者其他Bonds Metual Fund 那些很吸引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有一套物业去做投资 你会计算保持住 就不要卖住 不要购买住 即是有部分人 即是有部分人 继续收租 卖楼就购买到银行 但有没有某部分人 就又不是这么做的 他反而更加再买 对 有一些未入市的 就会看到现在的楼价 差不多了 我觉得Investor 又会多了 入回来 或者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利率好 你真的想购买了 不想捱昔息了 那你就把那笔钱购买了 然后拿些钱去买楼花 楼花也是20% deposit 可能是五六年之后成交 那八成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投资 这些都是另外一个选择 另外一个strategy 对 另外一个strategy 我也觉得是合理的 所以亦是繼而 我们明年亦预估 亦仍然会有很多人买的 对 都会持续 我觉得不会像之前那样 一天两天卖一栋 对 始终价钱也不是很便宜 对 但在pre-sale方面 我觉得因为利息虽然下降 但不是立刻会下降 所以仍然会有一批人 会去买楼花 慢慢等利息再低下降 可能他在2027-28年交楼的时候 利息已经去到一个 他们觉得比较好的位置 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些不是很准备去买楼的 需要时间去存钱的 仍然都是这些买家会去买pre-sale 对 但我觉得明年大环境的影响 pre-sale是越开越远的 地区方面 Suri 和Langley 已经是一个很平常的现象 大家进去买 以前不是的 他们都没什么的 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 知道一说Langley和Suri OK 合理 之前不是的 不是的 骂死人了 我想现在有机会进入得再远 我看到Maple Ridge很多东西会开盘 甚至乎Squamish 和Chileway 这些亦会有很多的pre-sale 我觉得BC省的环境影响 楼价也是非常高 所以买家是会越移越远的 我觉得会越搬越远 其实你说越住越远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工作从家 他们需要大一点的空间 他们的priority就是想要大一点的空间 他们宁愿在Langley或者远一点的地方 买一间房间 有这么多房间 又有两个工作室 都不宁愿住自驱中心一点 所以这个现象就变得越来越远 但你可以用同样的价钱买大一点 和新很多的东西 我们很多客人都会去Langley买房间 真的很划算 开始可以很接受到搬家 因为都是在家里回家 没有什么所谓 都是要调整心态 和看你的生活风格是适合什么 对 政府亦跟地产商合作 在他们的城市做很多不同发展 例如Skytrain 建设多些学校 建设多些公园 是以吸引更多的买家去搬入这些城市 Maggie发现一个现象 楼价格越来越小 楼买楼花时为何只有300尺 400尺 为何有吊櫃 好像香港一样 为何两房要600多尺 当然跟楼价有关系 楼价下不回来 发展商又要继续做生意 所以他们会把货币缩小 而将价格减低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也是要去迎合环境的改变 例如BC省刚刚提及 多了一些work from home 多了一些young couple 开始move in 没有那么快 可能可以买到一间大屋 买到townhousehouse 所以很多人的family 现在他们组成一个家庭 变成会从condo开始 两房 对 很难全会在一间一房 所以出了一些 会多了一些很unique的floor plan 譬如以前的两房两次 现在会变成两房一次 多了很多这些floor plan 其实我觉得是好事 因为起码有些年轻人 可以出来上到车 即是自己帮自己 好像存钱一路住 一路可以慢慢upsize 慢慢一步一步来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闹 为何这么小 你只会看到越来越小 是 会越来可能 好像亚洲香港那些 即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因为有时发展商 他们都要考虑你 加拿大工资非常贵 材料物料也一直升 是没有停过的 发展商在两边 都被火烧的底下 唯有出这些floor plan 去迎合大家的家庭不同的口味 例如我们之前拍摄 Town & Center Coculum 也看到它有个age plan 亦从来未见过 他们说他们从来都未做过 这些floor plan 都是为了迎合大众 去出这些floor plan 人人买到楼才开心 当然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集 2023年的回顾 和2024年的展望 希望下年有更健康的市场 如果想查询更多资料 和卖楼 记得找谁 Maggie 当然找我们 找一个好的倾機去帮助 记得联络我们 下集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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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